喂 小蕾 我在你工作楼下 你能不能下来一趟啊 怎么了 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下来一趟好不好 好 那你等我 我马上就下来 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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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 我还要回去上班呢 你瘦了 既然你不说的话 我来说 我知道浩杰出国了 我猜 你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你过来找我 是想看看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对吗 那天晚上之后 发生这么多事 我们还没有好好 彼此面对面 把事情说清楚 是啊 我找了你很久 我想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 可是你一句话都没有 就人间蒸发了 对不起 那几天我到处找你 我生怕你出事 我不停地在问自己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我每天那么努力 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还是把你给弄丢了 夏妍 对不起 我一直在等你的出现 可我最后等到的 是你搂着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等到的是你一句轻飘飘地分手 真的对不起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永远不会对我说出对不起三个字 因为那是你做错了让我难过 才会跟我道歉 肯定永远不会让我难过 可是就在刚才 你连续说了三个对不起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我当时听到你和那个许晨艺 我的心也是像刀炸一样 我不敢面对你 是不敢面对我的心疼 只能逃避 我知道那件事是我误会你了 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可不可以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原谅我 我今天之所以跟你站在这里 就是想把过去干干净净做个了断 夏妍 别这样 分手之后我哭了很久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 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最般配的 当然 我们是公认的最佳情侣不是吗 可我发现我错了 我看到你跟浩杰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也很般配 我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两个人是必须要在一起的 一切只是看你愿意相信什么 你当初愿意相信我跟许晨艺不亲不处 是因为那样会让你的选择更容易 你现在又愿意相信那是个误会 是因为浩杰已经走了 不是的夏妍 我是真的还爱你 你愿意相信你还爱我 是因为你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 你怎么要这么说呢 不管你怎么想 在我的心里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 我都祝福你了 但是请你不要来找我了 你真的要那么狠心吗 干脆一点 就像你当初离开我那样 我祝你虔诚四季 林总 这个月原本谈好的三家公司 都提出解除合作 当初为了表达我们合作的诚意 在合同里设置的违约金都很低 现在到手的总额一共才五万 下周一就需要发工资了 公司对公账户上的余额似乎不太够 员工工资的事我会安排 周末从我的个人账户里 花一笔钱过来 还有事 林总 我想辞职 辞职 公司目前 事与导的一些困难 不过我已经在外面拉投资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好消息 你不用担心 不不不 不是钱的事 是我妈吧 非得让我回去考公务员 我爸最近身体又不大好 我奶奶这个风湿病又犯了 我得回去照顾 我男朋友吧 还憋着回去结婚 这婚房啊刚买的 我会还 行了 行了 工作资料整理好 直接跟我交接就行了 好的 谢谢林总 哎呀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三十天就能有收益的吗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稀有金属市场不能太大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路下跌 你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 先别急 我听业内资深说了 待等几个月 价格必定回升 你再等等 你好 是你找我 你是赵小李吧 我叫王萌 废天明的前妻 送给你 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小礼物 我 其实 你不用紧张 我今天找你来呢 是有事情想拜托你 关于豆豆 我和天明的孩子 我和天明 在豆豆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那个时候豆豆还小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以为爸爸只是工作忙 所以不能经常回家 可现在他慢慢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越来越想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父母 不像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样 能够生活在一起 你说 我能怎么回答他呢 其实我知道 他就是希望 天明能陪在他身边 说实话 我也有想过 想为了豆豆和天明重新和好 但天明告诉我 他身边已经有了你 不是 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话又说远了 我知道 感情的事情 不能勉强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关于我和天明离婚的事情 我会慢慢地引导豆豆去接受 豆豆现在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 所以我想请求你 以后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多照顾一些他的感受 我知道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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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